法治晚报看法新闻 记者朱健勇日前 河北公安法院微报接收材料的窗口低矮 但是人只能规避材料 同时配发了照片 之后 设置法院向法治晚报官方回应 趁该报道内容不实 记者8月2月时地探访发现 该法院确实存在是柜地材料的窗口 但不是此前所说的申请执行窗口 而是审判区大厅的安检处窗口 来访办事者确实需要关对腰低头 才能和窗口里面的安保人员说上话 对此雇安法院方面表示 已在整改中 预计下周完成 爆料雇安法院现定一针式窗口柜地材料 7月30日晚 由网友在朋友圈把布图片 内容位在一个高度 只有一米左右的窗口前 两名当事人正蹲在地面上整理材料 窗口内坐着一名保安 正注视着两名整理资料的当事人 在另一张图片中 墙上悬化着法院的尔维码 以及审判区域分布图 网友趁图片中的地点 为何北水公安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窗口 7月31日上午 有媒体以河北公安县法院申请执行窗口地来需规定材料 法院统一设计建造 为提对此进行了报道 趁记者从河北公安县法院负责接待投诉的工作人员出了解到 最近对于该窗口的投诉已有几起 窗口是根据法院系统安排 统一设计建造的 对于窗口接待的问题 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到时候由他们来安排解决 报道开包后 网友称定你支持窗口 就是在你我身边 希望达康书记管话 7月31日下午 河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端方 向法治安报看法 新闻 做出书面回应称 网传所谓地来窗口 是公安法院审判区安建 专用通道的部分截图 公安法院称 其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统一办理立案 信访接待等综合事项 设有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可省间、立案等12个窗口 每个窗口高度 未标准的1.1米 窗口前军配有当事人座椅 打听干涉当事人等候区 配有30余个休息座椅 各项便民设施齐全 对于31日上午 媒体报道 趁采访到该院负责接待投资的工作人员 公安法院同时回应 我也无任何人接受过记者采访 也从未有任何人对此事 做出过上述所谓官官回应 探访系审判区大厅安检窗口 菲利安窗口在人民的民意去中 丁一甄市窗口引起了热议 随后各地一些同款服务窗口 先后遭到了曝光 为了验证公安法院和媒体的说法 法治晚报记者 实地探访 了公安人民法院 8月2日上午8点30分许 记者实地探访了公安法院 发现网传的定义真实窗口确实存在 但并非是申请执行窗口 而是该院审判区大厅的安检处 记者注意到 该窗口系审判区 安检专用通道 窗口约与一成人的遥不高度相当 因是办事者必经的通道 门口办法人员 需核实身份 所以办事者往往要伸弯腰 趴在窗口前 才方便与窗口内进行交流 上午9时 前来法院的当事人以嘻嘻嚷嚷 这窗口不高不低 站也不是 蹲也不是 弯腰也不是 非常难受 一位前去申请一起执行案件的罗先生 在窗口等待几个20分钟 不时半顿或弯腰 室内虽然有空调 但罗先生还是一身汗 因为等候时间长 打听又没有多余座位 罗先生不时在窗口办多或弯腰 这时安保人员则开始提醒 不能下多 回应 因办公楼老旧证计划整改 将加快进度 针对法案记者都锁进锁闻 8月3日下午 故安法院政治处相关负责人回应证 因为办公楼老旧 办公区和审判区都在一起 而那个地方审判区大厅 关键处窗口 空间确实比较狭窄 如果多放座椅 空间会更小 我们之前就有这个改造计划 但是因为空间太小 就耽误下来了 现在单位正紧急丑化这件事 将会加快进度 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针对安保人员提醒办事者不能下多 负责人冲改言论非常不妥 将加强教育 8月4日上午 故安法院政治处负责人 再次回复法治安保记者称 现在该窗口已经开始整改 预计下周就会整改来的 负责人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